大家好,这里是安小言说电影 五年前成功篡位的黑帮老大 在短短数年里打造了帮派的繁荣盛世 但是江湖险恶,人心叵测 出来混早晚要还的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极恶非道2》 一辆黑色轿车在北海道海域缓缓被打捞上岸 车内一男一女死于非命 男的是一名警察 生前在调查山王会 与国土资源局贪污受贿一案有关 女的是国土资源局局长的情人 生前负责与山王会传递消息 两人均对山王会有着不小的威胁 因此被双双灭口 山王会居然猖狂到公然杀害警察 这让警方格外重视 计划彻底捣毁山王会 而一直和山王会来往密切的骗纲压力倍增 他只能来找家藤商量对策 五年前,家藤篡位成功 一跃成为了山王会的老大 在他的带领下,仅仅五年的时间 山王会就从一个地痞组织逐渐壮大 甚至一度涉足证件 骗纲提议,把这个案件导演成情杀 警察抢了小边三的女人 小边三气不过将两人杀死 虽然情节有些扯淡 但在金钱的作用下 一切变得合情合理 骗纲也算尽职尽责 亲自指导小边三陆口供 协助陆口供的警察 实在看不下去骗纲的所作所为 与他发生了争执 而骗纲却告诉他 这件事他另有打算 另一边 背叛大友投靠家藤的石垣 也成为了集团的二把手 之前就看出他的脑子很灵活 现在大权在握 更是把山王会的业务扩展全球化 家藤本就喜欢提拔新人 对石垣极为赞赏 石垣更是嚣张跋扈 对元老们直呼其名 没有一点该有的尊重 从之前的徒手打天下 到现在的期货交易和避险基金 这样的转折 让元老们跟不上节奏 这些只喜欢侃侃沙沙的老古董们 正在面临着被淘汰的风险 这让曾经出生入死的他们怨声载道 福田白板和东风三个组的老大 在一起喝着闷酒 他们对家藤和石垣的刑事作风很不满 而五年前老大的死疑点重重 当时只有家藤和前任老大的保镖坐墓在场 现在两人都已经成为了山王会的高管 正说到这儿 骗刚找到他们 骗刚告诉他们 警方会在等期内全面打压家藤 他会协助福田坐上老大的位子 而白板和东风也会升级为福田的左右手 并且愿意为福田引荐花灵会老大 富士和他们见面 而富士的二把手刚好是福田的拜把兄弟 这一切似乎是命中注定 三人顿时起了策反之心 隔天 骗刚就带着福田来到了花灵会 福田说明来以后 富士很快就答应合作 但富士要知道家藤的手下 有多少人支持福田 福田为了展示自己有能力接管山王会 说出了白板和东风还有几个重要人物 只是福田晚晚没想到 富士在他走后没多久 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家藤 眼见福田大势已去 跟随他的白板和东风为了自保 当面指证了他 福田跪地求饶也难逃一死 眼看着福田命丧黄泉 本就胆小的两人立即表示不会再有异心 骗刚的目的就是想利用福田挑起两个帮派的事端 然后他坐收羽翁之力 只是没想到福田这么快就成了死期 自己也被家藤叫过去威胁一番 但他混迹警局也黑帮之间多年 转眼又心生一计 他把大友还活着的事说了出来 食言一听坐不住了 大友就是他的死穴 时刻提醒了他不光彩的上位和对大友的忌惮 很快骗刚就利用植物之变 上下打点 让大友提前假释 他送用大友去复仇 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而五年的监狱生活 让大友看淡一切 他只想出去后远离帮派纷争 过普通人的生活 骗刚看着毫无野心大友很生气的走了 很快大友迎来了出狱的日子 骗刚亲自来接他 大友清楚骗刚不是什么好鸟 不愿意和他过多接触 骗刚却气而不舍 不达目的不罢休 一直纠缠大友 这次骗刚带来之前刺伤大友的木村 时隔多年 这对烟家再次见面 已经没有了当时的仇恨 两人相互承认了自己的过失 放下芥蒂 骗刚趁机把两人的伤害 归结于山王会 鸳鸳相保何时了 大友坚持佛系生活 他的年纪大了 完全没有当初的野心 骗刚的宏图大戒 一次次落空 非常不爽 木村为了保护大友的安全 给他安排了两个小弟随时保护 石元这边很快就知道 大友已经出了消息 在他的心里 大友犹如一颗炸弹 他必须尽快铲除大友才能安心 所以他派人刺杀大友 大友毫无防备 腹部被扎了几刀 险些丧命 刺杀失败 让石元怒火中抽 大骂手下是群废物 无处可缺的大友 只能来到木村的住处养伤 木村的两个小弟 因为没有保护好大友 心生愧疚 擅自去找石元算账 结果被石元残忍杀害 当木村看到两具尸体 内心五味杂沉 两个孩子是之前兄弟死前 托付他照顾的 这样的结果辜负了兄弟信任 这让他对石元的恨再次升级 人无可忍 无需再忍 木村和大友找到花灵慧 打算和他们合作 一起铲除山王慧 而花灵慧是个非常现实的帮派 大友刚刚出院 没钱 没兄弟 没靠山 不愿意和他们搅和没有利益的事 大友的脾气刚勇 说话间得罪了花灵慧的人 眼看就要站着进来 躺着出去 情急之下 木村咬断自己的手指 当作赔罪 富士看到木村对兄弟情深意重 敬他是条汉子 对他们网开一面 并且暗中派手下 协助他们对付山王慧 大友和木村出来的第一件事 就找到了前任老大的保镖 坐木 他在加藤篡位的事件中 扮演着不可小觑的角色 在大友的威胁下 说出了当年的真相 然而还是难逃一死 得知这一消息最害怕的就是石元 他惶恐不安 大友的狠辣 他再清楚不过 虽然加藤已经在万人之上的位置 但是他似乎也感觉到 屁股有些摇摇于坠 而花灵慧手握加藤的把柄找到了他 加藤听着录音里的内容 心里毛骨悚然 这件事曝光 他在道上会声名狼藉 一无所有 而富士告诉他 录音是石元送来的 石元窥视老大的位子许久 他利用大友出狱 制造了一起起事件 加藤很难相信石元会背叛他 但是转念一想 他曾经把大友当作上位的垫脚石 这以后 加藤看到石元的恭敬 都那么别有用心 而石元要面对的问题 显然不止这些 他的德力手下 在外面的时候被杀 天道友轮回 五年前的一幕幕正在重新上演 没办法 他只能和牧村见面 探测虚实 哪知道刚见面不久 他的人就全部被杀了 石元成为光杆司令 被带到大友面前 再次见到大友 他再也没有往日的嚣张 竟然吓得尿了一地 连连求饶 大友没有给他一个痛快 而是把他带到了棒球室 捆绑在椅子上 一球接着一球 打在他的脑袋上 石元在慢慢的折磨中死去 家藤的日子也到头了 花灵慧把家藤残害 前任老大的真相 告诉了所有人 董事会的人 对这件事持零容忍太多 他的话再也没了分量 元老们都离开了他 他的手下再也没有可用之人 整个山王慧内忧外患 再一次重新洗牌 大友和牧村带着兄弟乘胜追击 对家藤的手下实施了一窝端 就算是提前得到风声的人 也死在逃亡的路上 大仇得报 大友不准备重建自己的堡垒 这么多年 他过够了血雨腥风的日子 推翻山王慧牧村的成绩 有目共睹 他来到花灵慧 想要借助他们的势力 壮大自己的牧村家族 但是 花灵慧从头到尾 都是在利用他而已 想从中得到好处 简直是吃人说梦 勉为勤然的给了他一个 新的跑马场 附加条件就是驱逐大友 牧村在兄弟情谊 和自己的前途中难以抉择 另一边 孤家寡人的家藤 迫于眼前的局势 只能宣布退休 从此和地下社会组织彻底脱离关系 群龙无首的山王慧 此时已经没有了 可以和花灵慧对抗的能力 众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山王慧 被合并到了花灵慧 重要的位置 全部都是花灵慧的人 只有白板和东风 勉强有了一席之地 被加藤压迫多年的两人 终于支愣起来 他们找的加藤 索要之前的分红 看到唯唯诺诺的前老板 很是解气 警方这边 虽然解决了山王慧这个大麻烦 但是也不能零容忍 他看出花灵慧把牧村的跑马场 建在东风白板的地盘上 就是为了挑起他们的争斗 自己也在从中获利 片刚的心理又已经盘算好下一步的棋 江湖险恶 想全身而退 弹劾荣业 归于平静的加藤 还没有过几天消停日子 就被大友捅死在游戏厅 片刚继续和花灵慧串通 以加藤的死为由 抓住了牧村的小弟 没收了他的武器 牧村也成为了一个手无寸铁的小蚂蚁 花灵慧的人趁机杀了牧村 片刚很快就把牧村的死因告诉了大友 在片刚的导演下 花灵慧和大友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大友清楚片刚只是想挑起他和花灵慧的事端 没有带任何武器 他只想给好兄弟上一炷香 片刚假慈悲给了大友一把枪防身 而大友没有任何犹豫 开枪打死了片刚 人在江湖混 早晚要还的 这个一直混迹在黑白两道的嚼屎棍 到此停止 第二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几个飞道共有三步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二步 提及几个飞道二 就不得不说前作几个飞道一 几个飞道一 以异常冷酷和干净利落的方式 终结了北野武自己的帮派片 北野武完全舍弃以往的浪漫抒情 不再有海滩和蓝调音乐 恶人得逞 一刀毙命 众人以为宣告终结时 北野武又一次出人意料 硬是拍了这么一部续集 更有趣的是 几个飞道二结尾 在众人还没有完全做好收藏心理准备时 北野武啪啪啪几下告诉大家 关于雅库扎的游戏结束了 本次解说就到这里了 对本篇感兴趣的宝宝们 可以翻看第一步 我们下期再见